这节课呢,我们开始介绍第九章的第三节 开机检测和故障排除 我们主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呢,开机检测 然后呢,是故障的排除 前面呢,我们组装了一台计算机 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组装了一台计算机 那么计算机组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机检测一下 那么在开机之前 我们先要检查一下设备的连接情况 各个部件呢,是否连接正确 另外呢,特别要注意 主机、显示器、音箱等设备的电源是否接好 电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电源呢,如果没有接上的话呢 相应的部件不能工作 如果接反了或者接错了 那么这个后果更严重 可能呢,要损坏这个电脑部件 一定要呢,在开机之前呢,仔细检查一下 那么开机时呢,先开显示器、音箱等设备 然后呢,再开主机的电源 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 另外呢,如果电源开这个打开之后 能够进入BLS设置 然后并且正常的这个安装操作系统 这时候呢,就说明对计算机呢 这个我们已经安装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这是呢,开机检测 所以呢,在开机检测之前呢 一定要注意,再检查一遍 我们连接的有没有错误 特别要注意这里面的电源的连接 以免呢,这个损坏电脑这个配件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开机检测之后 有一些这个计算机没有正常启动 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 这是我们看一下 常见的故障呢,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呢,就是开机之后没有反应 开机之后没有反应 这时候呢,我们检查一下电源的连接 首先看一下,是不是接了电源 如果没有接电源呢 可能也是没有反应 另外呢,就是检查一下呢 是否呢,把电源 电源和主板 这个,有没有连好 因为呢,这些电呢,都是从主板上来的 所以呢,看看这个 是不是电源没有跟主板的电源开关连好 再就是呢,看一下主板的控制线 是否查错了 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看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 电源本身是不是这个有问题 那么方法就是呢 脱离主板 那么通过短接主板上的一个电源开关 来直接启动这个电源 因为现在呢,我们要把它脱离开 你说我们不通过 不通过这个计算机这个面板上的一个开关来启动 那我们是想呢 还要这时候还要把这个电源启动 因为电源甚至没有开关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前面在连接这个开关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有两个针呢 是电源开关 Power SW 把那两个针呢 用一个金属线给它短接 那么起到的作用呢 实际上呢 就是电源启动 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电源有没有 这个能不能正常工作 检查一下电源 这是开机 没有反应 就是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 电源有没有问题 那么先是呢 看一下电源有没有接好 有没有接错 有没有接反 然后呢 就是看一下电源本身有没有问题 第二 如果指示灯不亮 那么肯定是我们连接指示灯那个线连错了 这时候呢 我们要认真检查一下 根据这个主板的说明书 重新连接 然后呢 再看一下 第三 开机报警 那么启动计算机之后呢 这个计算机的喇叭呢 发出刺耳的报警声 那么这时候一般都是CPU 显卡 内存 这些配件出了 出了问题 那么一般的主要原因呢 是这个接触不良 可能没有查好 有显卡没有查好 或者内存桥没有查好 这时候呢 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些部件 有没有正确接好 那么方法呢 就是把这些配件的拆下来 然后重新装好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组装计算机 使用的是旧的配件 这时候呢 考虑呢 用橡皮擦 把这个金手指擦拭一下 有可能是由于这个长时间的使用氧化 金手指氧化造成的 那把这金手指擦干净 然后再重新装好 这是开机报警 那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软区灯长亮 就是软区这个灯 一直亮不灭 并且呢 这时候我们软区是不能使用的 那么这个原因呢 就是软区的数据线查反了 软区的数据线查反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把软区的数据线重新接好 如果这时候我们检查一下 发现这个数据线没有查反 没有问题 那软区仍然不能使用 那么应该考虑呢 是不是这个BiOS当中的一些设置有问题 我们后面呢 要介绍BiOS的设置 跟这个软区有关的设置可能有问题 这是第四个故障 这个软区灯不亮 那么到这呢 我们介绍完的这个第三节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主要呢 我们说了一下 计算机连接好之后 我们要开机检测一下 那么检测可能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 计算机能够正常使用 也有可能呢 出现一些常见的故障 那么这些故障怎么来排除 我们也介绍了一下 那么到这呢 这个第九章啊 我们就全部介绍完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十章 电脑硬件的初始化 在这第十章呢 第十章当中啊 我们主要介绍两个内容 一个是呢 BIOS的一个基础知识 再一个呢 就是呢 Award BIOS的这个优化设置 主要介绍这样两个内容 我们看第一节 BIOS的基础知识 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BIOS BIOS呢 它的英文呢 就是这个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那么在这个BIOS当中啊 保存的是计算机系统中 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那个输入输出程序 大家注意啊 这里面它保存的是 基本输入输出程序 还有系统信息设置 还有Post自检 和系统自举程序 也说这个BIOS吧 它是一个 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程序 它是一个程序 那么包括什么呢 基本输入输出程序 还有系统信息设置 还有Post自检 和系统自举程序 并且还要返回一些信息 那么比如说设备类型 还有系统环境等等 这样一些信息 另外呢 现在的主板呢 还在这个BIOS当中 加入了电源管理 CPU参数调整 系统监控 这个PMP 就是计查计用 还有病毒防护等等 这样一些功能 除了上面那个 基本功能以外 BIOS当中呢 还有一些 它增加了一些功能 那么现在BIOS功能 越来越强大 并且呢 许多这个主板厂商 对BIOS呢 还不断进行升级 那么也就是说呢 BIOS呢 它是在主板上 主板上的一个 ROM芯片 在这里面呢 保存了计算机 启动时候 所需要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程序 比如说 基本输出系统信息设置 还有字减 还有字举 这样一些程序 那么计算机 启动之后 首先执行的 就是BIOS程序 然后才引导 操作系统 就这样 所以它这个 BIOS啊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 基础知识 这一节当中 我们主要介绍 这样两个问题 一个是呢 我们先区分一下 BIOS和C毛4 我们都知道 BIOS也知道C毛4 但它们两个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再区分一下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看一下 BIOS的一些 基础知识 首先我们看 BIOS和C毛4的区别 前面我们说了BIOS了 那么它是一个ROM芯片 它用来保存 基本输出输出程序 那么C毛4是什么呢 C毛4它的全程呢 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那么原来我们讲C毛4 它的本意指的是 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 所用的一种技术 或者用来指代 用这种技术 制造出来的芯片 比如说原来我们讲 存取器芯片 它是C毛4的 还是TCL的 实际上是一种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 制造工艺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所指的C毛4呢 不是这个含义 我们是用来指的是 主板上的一块 可读写的ROM芯片 大家注意啊 这里面 BLS是ROM C毛4是RAM 那么在这个RAM芯片当中 存储计算机系统的一个 这个实时钟信息 就是我们的计算机啊 它总保持一个失钟 一个失钟 即便我们关机 这个失钟一直在走 对吧 即便我们把这个计算机 我们关掉了 它也一直在走 下次你开机的时候 它还一个这个正确的时间 它有一个这样一个失钟 另外呢 它还保持了这个计算机的一些硬件配置 整个这个RAM芯片呢 只有128个字节 128个字节 这里面保存系统的失钟 保存了这个硬件的一些配置信息 但是呢 大家注意到 它是一个RAM芯片 RAM芯片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读写 可以读 还可以写 比如说这个信息啊 是可以更改的 那么既然是RAM芯片 那么如何来保存那些信息呢 比如说实际上系统啊 有一个电源 还有后备电磁 这个电源和电池啊 就可以为这个CMOS来供电 那么系统掉电之后 比如说我们关机之后 信息 这里面的信息还不会丢失 那么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你从这个叙述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BLS是RAM芯片 RAM芯片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是不会丢失的 但是那里面存放的是系统的一个基本输入输出程序 这里面是存程序 而这个CMOS呢 用来呢 存这个失踪 还有那些配置信息 那它非常小 至于188个字解 那它是RAM芯片 它可以改写 RAM是不能改写的 RAM呢 是可以改写的 那么RAM里面的这个信息 我们要长期保存 怎么办呢 它用系统后备电池 来这个供电 所以呢 我们关机之后 这个信息不丢失 这是关于BLS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这两者 我们再区分一下 CMOS和BLS呢 都跟这个 系统的这个设置 密切相关 密切相关 所以呢 有的人就把这个 CMOS呢 称为CMOS设置 BLS呢 BLS设置 但是实际上呢 就说这不是两个设置 而是这样 那个本质上呢 这个CMOS 是系统参数存放的地方 存放系统参数的地方 而BLS呢 是完成参数设置的一个程序 或者一种手段 那么设置之后 这个参数 就存放在CMOS里面 就这样 所以呢 准确的说法是 通过BLS设置程序 所以这BLS呢 它是设置程序 对CMOS参数呢 进行设置 一个是程序 一个是设置之后的 这个参数 所以呢 这个CMOS设置和BLS设置啊 实际上都是一种简化的说法 CMOS是参数 CMOS当中 用来存放设置之后的参数 而BLS呢 是对这个参数 进行设置的程序 这是 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开 并且CMOS是RAM 是可改写的 BLS是RAM 是不可以修改的 这是 我们首先区分了一下 BLS和CMOS 下面我们看 BLS的基础知识 主要介绍我BLS的总类 这功能 BLS的总类 另外呢 就是我们通过BLS 这个字简音 来识别音调的一个状态 就要这样几个内容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BLS的功能 从功能上来看呢 这个BLS分为三个部分 分为三个部分 比如说整个这个程序 这个RAM这里面存放的程序 分三个部分 一个呢 是字简 即初始化程序 第二个呢 是硬件中断处理 再也就是呢 程序服务请求 分为这三个部分 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 字简 即初始化程序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负责启动电脑 那么这个部分里面 又包含三个部分 又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用于电脑 刚接通电源时 对硬件部分进行检测 也叫做这个加电字简 字简 就硬件部分进行检测 那么简称呢 是POST POST 它的功能呢 是检查电脑是否良好 那么通常呢 完整的POST字简 包括 包括对硬件 哪些硬件呢 CPU 640K的 基本内存 一兆以上的扩展内存 还有呢 ROM 主板 吸毛子 吸毛存储器 还有窜口 并口 显卡 软盘硬盘 键盘 等等 这样一些硬件 对它进行检测 看它们的工作 是否良好 那么一旦 在字简过程当中 发生 发现问题 这个BOS呢 会给出提示音 或者这个明笔警告 我给出提示音 那么 给出提示音的同时呢 那如何来处理呢 有两种 两种方法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对于严重的故障 那么只能停机 对于严重的故障呢 只能停机 那么对于非严重的故障 就不是非常严重的故障 系统还能够能够用 部分上还能够能够用 这时候呢 就给出提示音 或者报警信号 那么由用户来处理 就是这样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呢 这个加电字典程序 对硬件呢 进行检测 那么 包括系统当中的 等等 这样一些硬件 这个我们不细说了 那么一旦发现 呃 故障 那么有两种处理方法 两种处理方法 对 非常严重的故障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不能够再继续 继续行 那只能停机 那么对于一些 不是非常严重的故障 那么呢 就给出报警信号 给出提示音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就是触始化 触始化部分 包括呢 创电中断向量表 还有设置寄存器 呃 并且对一些外部设备呢 进行触始化和检测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是DLS设置 这就是我们说的 前面说的 DLS对 C毛4进行设置 把一些参数 保存到C毛4里面 主要是对硬件 设置一些参数 当计算机起动时 会读取这些参数 并和实际硬件设备呢 相比较 如果不符合呢 会影响系统的这个启动 这是第二部分 呃 触始化 包括创电 中断向量表 设置寄存器 对外部设备进行 触始化和检测 呃 进行BLS设置 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引导程序 那么它的功能呢 是引导 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操作系统啊 可能是DOS 或者是Windows 引导操作系统 那么BLS呢 先从这个软盘 或者硬盘 开始上去读出这个引导记录 如果没有找到 那么就会在显示器上显示 没有引导设备 没有引导盘 如果找到 找到这个引导记录 就会把这个控制权呢 交给引导记录 那么由引导记录呢 把操作系统 还引导操作系统 那么这一个步骤 完成之后 这个这些步骤 完成之后 那么整个的系统 就交给操作系统来控制了 那么就完成了 这个BLS的任务 那么除了前面 这些工作以外 这个BLS还包括 这个程序服务处理 和硬盘中断处理 这样两个部分 那么这两个部分呢 是独立的两个部分 但是在使用上呢 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程序处理 程序这个服务处理 主要是呢 为这个应用程序 和操作系统提供服务 这些服务呢 一般都是跟输入输出有关的 也就是说呢 BLS除了在上电 就是家电开始那部分 引导操作系统自检 数据化引导操作系统 这些工作以外 在计算机运行过程当中 它还要为操作系统服务 还要为操作系统提供服务 但是这些服务呢 都是跟输入输出有关的 比如说读词盘 文件输出 还有打印 这样一些工作 操作系统呢 通过调用 调用BLS来完成 那么BLS呢 直接一计算机的Io设备打交道 那么它通过这个端口呢 发出命令 向外部设备呢 发送数据 然后从外部设备呢 接收数据 这样的话呢 操作系统呢 就能够脱离硬件 所有的硬件呢 都是由BLS来直接 直接有这个完成的 硬件操作 那么这里面的 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程序服务处理 那么硬件中断处理 硬件中断处理呢 就用来处理PCG硬件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打印机 那么它呢 在请求服务的时候呢 它可能通过硬件中断 来这个请求操作系统 为它呢提供服务 这时候呢 它也是通过BLS来完成的 所以呢 这里面的这个程序服务处理 和硬件中断处理 分别是为软件 和硬件来服务的 实际上呢 它们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是类似的 那么只不过呢 这个请求前面这个程序服务处理 是来自于操作系统 来自于软件 而这个硬件中断处理呢 是来自于硬件 是这样的 那么BLS的这个服务功能啊 是通过调用中断服务程序来实现的 那么程序服务处理 是通过这个软件中断来实现的 硬件中断处理 是通过硬件中断来实现的 那么这些服务呢 分为很多组 每组呢 又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中断 比如说 视频服务中断号是10 屏幕打印中断号是05 硬盘 以及串口这个服务呢 中断号是14H 等等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的呢 就是说这个程序服务处理 和硬件中断处理 是用来为操作系统 以及硬件来提供 基本的输入输出 跟输入输出有关的这些操作 都是由BLS来完成 那么这是操作系统提供 提出的这些请求 是由这个程序来处理 由硬件提出的请求 是由这一部分来处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BLS的功能啊 BLS功能 这三部分 那么在计算机启动之后 这个字简 以及处手化程序呢 完成系统的字简 以及引导操作系统 这样一些工作 那么在整个系统运行 过程当中操作系统 还可能呢 需要BLS来完成一些输出操作 是由程序服务请求 这部分来实现 那么硬件 如果要实现硬件的中断 那么需要呢 也是调用BLS这里面的 硬件中断处理 这部分程序呢 来实现 那么后面这两部分呢 是在整个系统运行过程当中 来执行 而这个第一部分呢 是在操作系统运行之前来执行 这是BLS的功能 下面我们看BLS的种类 那么由于啊 这个BLS直接跟系统的硬件打交道 所以呢 它总是针对某一类型的 硬件系统来设计 那么由于呢 跟硬件系统呢 差别很大 所以呢 BLS的种类也很多 那么随着这个硬件技术的 发展呢 呃 这个 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版本的BLS 那么在市场上呢 现在市面上主要 这个有这样两种 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是AMI的BLS 一个是Award的BLS 这是两个呢 主流的BLS 版本 我们看AMI的这个BLS 它是呢 这个AMI公司 这个推出的BLS系统软件 最早呢 开发于80年代中期 那么当时呢 是为286和386计算机所使用 那么它的优点呢 是这个软硬件的适应性好 硬件工作可靠 系统性能比较好 并且操作呢 比较直观方便 那么很受到这个用户的欢迎 那么在90年代 AMI呢 也不断推出新的版本的BLS 但是呢 在这个绿色节能型系统 开始普及的时候呢 这个BLS呢 就是 这个AMI啊 它的BLS成绩呢 相对滞后了一些 那么在这个时候 Award的这个BLS 这个 这个市场的占有率啊 就开始提高 那么在这一时期 AMI研制并推出了 就有这个窗口化功能的 Win BLS 就是类似Windows那种 窗口的窗口式的BLS 这是AMI的BLS 这里面呢 还举个例子 这种就窗口的BLS BLS呢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也非常直观 比如说 一只小兔子表示呢 优化的默认设置 而一个小乌灰呢 就是保守的一个设置 一个骷髅呢 用来表示 反病毒方面的设置 画底和调色板呢 用来表示 色彩方面的设置 所以使用起来 非常直观 非常方便 这个Win DLS啊 有多个版本 目前比较多的 就是奔腾主板的 这个Win DLS 它具有呢 机场机用 绿色节能 还有PCI总线管理 等这样一些功能 这是AMI的BLS Award的BLS Award的这个BLS呢 是Award Software公司 开发的这个BLS程序 目前呢 这个十分流行 许多的586 这个主板 都采用的是 这种BLS 它的功能呢 比较齐全 对各种操作系统呢 都能够提供 良好的支持 现在呢 它有很多版本 比如说用的最多的是 CRX版本 下面我们看 第三个问题 通过BLS的自检因 来识别应变的 这个状态 前面我们说了 在这个计算机上电之后呢 首先BLS呢 这音件进行自检 那么自检 如果有故障的话呢 会发出一些 这个声音 提示音 或者报警音 那么这个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这些 这个提示音的 这个含义 那么呢 这个故障的诊断呢 非常有好处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 Award的BLS 它的这个提示音 有这样一些 一声 短 短声 短音 表示系统正常启动 没有任何问题 两个短音 是常规错误 那么这时候呢 进入CMOS Setup 重新设置 不正确的选项 这是常规错误 一长一短 表示呢 RAM 或者主板出错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换一条内存 试一试 一长两短 一个长音 两个短音 表示显示器 或者显示卡错误 一长三短 是呢 键盘控制器错误 这时呢 我们检查一下主板 一长 一个长音 九个短音 表示主板的 Flash RAM 或者EP RAM 错误 BLS损坏 那么不断的响 不断的这种长声 那么表示呢 内存条没有查紧 或者损坏 那么我需要重新查一下 这个内存条 如果还要 还是不行的话呢 不妨换一个内存条 试一下 那么不停地想 这时候呢 表示电源 显示器 没有和这个显示卡 连接好 检查 检查一下 所有的插头 那么重复的短的声音 表示呢 电源有问题 那么如果没有任何声音 没有任何显示的话 那么也是电源有问题 这是呢 我们从这个 Award BLS 它所提供的 不同的提示音 来诊断 计算机的一些故障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 AMI的这个BLS的提示音 一声短 内存刷新失败 两声短 内存ECC 脚验错误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新毛色Setup当中 讲内存 关于ECC脚验的 这个呢 射程Disable 这时候呢 就不进行 这个ECC脚验了 第三 第三声短 三声短音呢 表示系统基本内存 检查失败 四声短音表示呢 系统失踪出错 五短表示呢 CPU错误 六声短音表示 键盘控制器错误 七声短音呢 表示系统实模式错误 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八声短音表示呢 内存错误 显示内存错误 显卡上的内存有问题 九声短音表示呢 ROM BLS检验 检验核错误 检验核错误 异常三短 内存错误 异常八短 这个显示测误 显示测试错误 显示器数据线没有查好 或者显示卡没有查了 那么这是AMI的BLS的提示音 那么根据这些提示音呢 我们可以呢 确定故障的位置 确定故障的位置 那么这个是第十章的第一节 关于BLS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首先区分了一下BLS和CMOS 接着呢 我们介绍了一下BLS的一些基础知识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节 Award BLS的优化设置 在这节当中呢 我们也是要先说一下BLS设置的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呢 我们介绍一下Award BLS的CMOS设置 最后呢 我们介绍一下CMOS口令 遗忘的这个处理方法 我们先看一下BLS设置的一些基础知识 前面我们介绍了BLS的一些基础知识 这里面呢 我们专门说一下 有关于一些参数设置的一些基本知识 那么计算机呢 是由一些硬件设备组成的 那么这些硬件设备呢 会由于用户的不同 需要这个品牌啊 类型啊 性能有很大差别 比如说硬盘 那么容量 还有接口 可能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 不同的计算机呢 我们要确定 它的这些相应的参数 你说没法呢 来统一所有的这个用户的硬盘 我们都用一样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同的用户啊 它硬盘是不一样的 那么要对它呢 进行参数设置 硬件的配置和参数 并且呢 我们要把这些参数 配置参数记录下来 保存起来 那么以便呢 在计算机启动的时候呢 能够读取这些设置 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这个呢 就是通过BLS来设置的 比如说硬盘的这些参数 是由BLS来设置的 那么设置完了之后呢 这些参数就保存在C毛4当中 保存在C毛4当中 那么一般呢 通过设置程序 就是我前面说的 BLS设置程序 对硬件系统啊 这个参数进行设置 那么这个程序呢 它一般是放在这个ROM当中的 所以只能读取 不能修改 那么掉电之后呢 就有数据不丢失的特点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设置程序啊 放在这个ROM当中 就是呢 BLS设置程序 那么这个设置程序 运行之后 所设置的参数呢 我们存在 这个C毛4的RAM形态里面 因为呢 我们这个系统啊 可能随时会有变化 会有更新 这个参数啊 也需要修改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RAM里面 那么RAM呢 是可读可写的 并且呢 这个C毛4呢 我们前面说有电池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长时间的 保存这个数据不丢失 那么这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就是 我们又说了一下 BLS设置程序 它是完成对硬件 配置 这个参数的设置 而设置完之后 这些参数呢 是保存在C毛4当中的 这是我们又说了一下 这两个的概念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BLS设置程序的 基本功能 再有呢 BLS设置程序的 进入方法 我们先看一下 基本功能 那么BLS设置程序啊 因为呢 就是说有各种流行的版本 并且每种设置呢 都是针对某一类 或者几类硬件系统的 所以呢 这个设置程序呢 也会有不同 但是呢 尽管它们之间 有很大不同 但是主要的一些设置项呢 大体是相同的 那么通常都包括这样一些 第一个呢 就是基本参数设置 基本参数设置 这里面包括呢 系统失踪 显示器类型 还有呢 启动的时候呢 最自检错误处理的方式 第二个呢 就是硬盘驱动器的设置 包括呢 自动检测ID接口 启动顺序 软盘和硬盘的型号等等 还有键盘的设置 包括上电呢 是否检测这个键盘 检测硬盘的类型 和键盘的参数 键盘的类型 键盘的参数 第四呢 就是关于存储器的设置 包括存储器的容量 还有读写时序 机油脚焰 ECC脚焰 一兆以上的内存测试 及音响等等 这样一些设置 第五呢 是最开齿的设置 包括内部开齿和外部开齿 开齿的地址尺寸 BLS BLS显示卡 开始的设置等等 这样一些内容 第六呢 是ROM Shadow的设置 包括这个ROM BLS Shadow 还有Video Shadow 还有各种 适配卡 Shadow 这样一些设置 第七呢 就是安全设置 跟安全有关的一些设置 包括硬盘分区表保护 开机口令 还有Setup口令等等 第八呢 是总线周期参数设置 包括呢 AT总线时钟 AT周期等待状态 内存读写定时 Catch读写等待 Catch读写定时 DRAM刷新周期 刷新方式等等 第九呢 是电源管理设置 这里面呢 是关于系统的 绿色环保节能设置 那么包括呢 进入节电状态的 等待时间 唤醒功能 还有IDE设备 断电方式 显示器断电方式 等等这些方面的设置 第十呢 就是PCI局部总线参数设置 这里面呢 是关于计查机用功能的设置 PCI查槽IRQ 中断请求号 PCI IDE接口 IRQ中断请求号 CPU向PCI写入缓冲 总线字解合并 PCI IDE处发方式 还有呢 PCI突发写入 CPU与PCI失踪笔等等 这样一些 这个设置 第十一呢 是板上集成的 一些接口的设置 包括呢 软区接口 窜口 并口 IDE接口的允许和禁止状态 窜并口 IOD纸 IRQ 以及DMA的这个设置 USB接口 和这个红外接口 等等 这方面的设置 最后呢 是其他参数的设置 比如包括呢 快速上电自检 A20说 第二十条地址线 选择 上电自检 故障提示 还有呢 系统引导速度 等等 这些设置 这是呢 BIOS设置程序的 这个基本功能 是包括这样 十二个方面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BIOS设置程序的 进入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开机 启动的时候 按一些热键 可以进入 BIOS设置 在开机时呢 按下特定的热键 可以进入 BIOS设置程序 不同类型的计算机呢 进入的方法 或者也说 按键的方法呢 不同 我们看一下 Award的BIOS 是按 Ctrl Alt 和EIC 这三个键 按这三个键 就可以进入BIOS AMIBIOS 是按 Delete 那个键 和EIC 或者EIC Delete 或EIC 这个康白的 这个BIOS呢 是在 屏幕左上角 出现光标的时候 按F10 就可以呢 进入BiOS Phoenix呢 这个BiOS呢 是在左上角 出现光标的时候 按F2 你说呢 在 计算机启动的时候呢 通过按这些热键 可以进入BiOS设置 这一般呢 是有说明误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种方法呢 是用系统提供的软件 那么现在很多主板呢 提供了在这个DOS下 进入BiOS设置的这个程序 在DOS下 执行一个程序 进入BiOS设置 那么在Windows95的这个控制板 和这个注册表里面呢 也包含了这个对BiOS 进行设置的这样一些选项 这是第二种方法 用系软件 来进行设置 第三种方法呢 是用一些可读写 C毛4的应用软件 直接对C毛4里面的这个差异数 进行设置 而不经过这个 不用这个BiOS设置程序了 那么一些应用程序 比如说这个QA Plus呢 它就提供了 对C毛4的读写和修改功能 那么通过它呢 可以对一些基本的系统配置 进行修改 这就是呢 我们介绍的BiOS设置程序的 这个进入方法 包括呢 开机时按热键 还有呢 就是用系统提供的软件 直接呢 来执行这个BiOS设置程序 再有呢 就是我们直接 对C毛4进行修改 对C毛4进行修改 修改这些参数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个问题 Award BiOS的C毛4设置 这里面呢 我们专门介绍一下 Award BiOS 有关的这个设置 Award BiOS呢 前面我们说了 它是目前兼容机当中 广泛的应用的一种BiOS 但是呢 这里面的一些设置呢 它都是这个英文的 都是英文的 设置起来呢 这个选项也比较多 困难也比较大 那么如果这些设置不当的话呢 会影响这个整个计算机的这个性能 所以呢 要请大家在设置的时候 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然后对它进入正确的设置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呢 标准的C毛4设定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是最基本的 这个最基本的C毛4的一些这个设置 包括时间 日期时间 驱动器和显示器 显示器是显卡的一些设置 另外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呢 就是这个 Hot On 系统挂起的设置 那么这个Hot On这个选项啊 这里面的缺省值是 All Errors 那么表示呢 在这个字简 就前面我们讲Post 在字简的过程当中 出现任何错误都停止启动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这是有一个选项叫Hot On 回头可以看一下 那么如果设成All Errors 就是说任何错误 那么这时候呢 出现任何错误系统呢 都这个启动了都停止 如果要加快这个启动速度的话 可以设成No Errors 那么也说在任何时候呢 都尽快的完成启动 那这样造成 这样加速这个后果呢 也是不太好 有可能呢 造成系统的错误 因为它把错误都漏掉了 而第一种设置呢 它又是有任何错误呢 都这个停止启动 所以这是两个极端 说呢 在这个基本C毛4设定当中 包括对系统的时间 驱动器 显示器 还有这个系统挂起的这个设置 这里面尤其重要的就是 系统挂纸的设置 有这样两个选项 我们这次课呢 先这个介绍到这儿 下次课我们再继续介绍 谢谢观看